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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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问你问题很重要 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孩子是不是送给了吴连海 是 有没有留下什么凭证 当时太着急 就直接把孩子给抱过去了 就没有留下什么契约凭证 那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印记 双 双铜算不算 双铜不算 那个大家都能看到 要别人看不到的 隐私一点的 比如胎记什么的 没有 可以低血认亲 老辈们都这么做呀 那个没用 又证明不了血型 血型是啥 算了 算了 你再好好想想 有没有胎记 有没有胎记 对了 当时 陈志成要摔死那个孩子 结果摔到地上 对 对 在孩子的身上 留下了一道疤 在什么位置 后腰 后腰站往上一点点 有了这道疤就好 好斑了 看来要让大名鼎鼎的 淳风上人露出她的狐狸尾巴了 二位 谁知道空雪莉啊 我就是 我可是找着你了 帮都让我给你带个花 我这 我这为了着急 爬上的花光了 好几天没吃饭了 这些人还那么狠 不让我进屋 不要我 别着急啊 我先带你吃饭去 走走走 你慢点吃 还有呢 方栋让你给我带什么画 他说消息带到了 你给我二十大洋 是真的吗 方栋要是给你钱 那就是真的 平妹妹借我二十大洋 说的什么 他说保护王朝云 还有呢 还有呢 没 没了 不是 钱不会也没了吧 钱照给 不过你这消息晚了 走 去找找袁春风的麻烦 春风上人要面子 这招肯定管用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神仙这种大人物 有没有胎记 神仙怎么会有胎记呢 神仙怎么会有胎记呢 这种事想都不敢想 神仙高高在上的 要胎记干嘛呀 什么破问题 哎 说不定神仙有 咱看不见呢 今天就带大家开开眼 去看看 春风上人的胎记 跟我来 走走走走走 不好意思走走走走 一定要这带 Hertha 再います 就是 您不要肯定 然後 快去看看 等到 你 不信 在什么可以 用 快去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孔学历 我们乌家是怎么得罪你了带这么多人来吵架 你误解我的心意了 我今天是来做好事的 是来让父子团圆的 乌德福 来来来 快来快来快来 老孙头 出来 乌德福 看见了吗 这是你爸爸 狗大 好好看看我 你还认得我吗 啊 狗大 我是你爸爸料的 怎么叫狗大啊 这是他奶奶给起的名 说是外面好氧化 可惜 只敲了三个月 够了 同学历 一而再再而三羞辱我了 我爹明明在这儿 你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个老头儿 偏要说是我父亲 你发这么大火干吗呀 老孙头儿 快把事情说清楚 狗大儿 我叫吕松 等你 我和你娘偷偷生下了你 后来养不活 才偷偷送给了吴老爷 吴老爷 我说的是实话吗 不是 现在你娘不在了 你跟着我去她坟上祭拜一下 不过分吧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我这个儿子是亲生的 我的身世来历 堂堂正正 清清白白 你们不要在这里胡讲蛮缠 孔雪丽 你要再胡闹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不用对我客气 老孙头儿 说说 咱们验证他是你儿子 他后腰上有个疤 是小时候摔的 那验验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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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啊 这儿过来人验呗 这样什么叫 不准这样 谁啊 谁怕谁啊 验就验 对不起 真好啊 我后腰上有没有疤 我自己会不知道吗 这不能啊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脱下裤子艳一艳 如果是真的的话 父子团聚啊 那如果是假的呢 假的话 我就当众跟你赔礼道歉 然后从这儿爬回连生酒楼 这惩罚会不会轻了点 废什么话 给艳就艳 不给艳就叫爸爸 怕什么呀 不心虚就艳艳呗 群众的眼睛血亮着呢 就是啊 对啊 艳艳吗 艳艳吗 要怕什么呀 如果没有那也不用怕呀 是啊 是这儿 就是这儿 我师哥最近受伤了 被人行刺的 这么巧啊 要艳哪儿 哪儿就受伤啊 我来看看 你对自己够狠的呀 我看这不是别人刺的 是你自己挖的吧 你看 你看 不许看 我说纯丰上人 最近是不是上火了 还长了火街吧 冯冯烈 你闹过吗 你现在马上向我们 赔礼道歉 然后从这儿 给我爬出去 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你一个 堂堂大轿门的头目 当中脱了裤子 大家看到了吧 什么神仙下方 什么唇风上人 不过是和我们一样 一个身上会长街子的家伙 北斗七星呢 你看见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对不起 哪儿的 好了 别太让闹了 哪儿的 回家吃饭 走 走 走了 回家吃饭了 走走走走 让让啊 让让 好嘞 来来来 都让你让 别看了 别看了 都让你让 哎 就让让让让 小刚 我在 带老孙头回去休息吧 是 来 走 大叔 明明知道就是他 却没办法抓 真我啊 这才叫大坏蛋啊 心一狠起来呀 连自己都不放过 你还说呢 你爬得也太我女了 哎 我像只乌龟一样 怨赌服输嘛 对坏人也要讲诚信 你这就叫 偷鸡不成 十八米吧 你错了啊 今天打破了 原春风的神仙光环 他的信徒 就会大批大批地离开 原春风为了让别人崇拜 没少花心思刻意营造出 自己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其实不是和我们一样吗 都是身体上会长鸡子的家伙 是啊是啊 是啊 所以啊 你说得对 对 原春风啊 凡人一个 你终于承认我说对了 现在很想嫁给我吧 我准备好了呢 去 去 去 好了好了好了 好 哎呀 换个角度看世界也不错啊 师哥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可以不理他们的 是孔雪立手太快了 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切都已经妥当 吕松的下落也有了 你把枪给孔雪立送过去 告诉他 明天上午 我去警察局拜访他 今天他当众羞辱我 明天 我加倍奉还 你还要去见他 也该轮到我凡击 去忙你的吧 好 我这就送过去 你掉了东西 孔小狗 你叫我什么 孔小狗啊 你像狗一样的在街上爬 难道不是孔小狗吗 你开心就好 你要是乐意的话 叫我孔小猪也可以 吹到你脸皮厚 没想到脸皮这么厚啊 行 六颗子弹变成了五颗 袁春风不想认亲没关系 干嘛要杀人 杀没杀人这事先不提 我师哥说了 明天呢 亲自去警察局拜访 有事情说道说道 我跟他没什么可聊的 行 那胡焕生临死的遗烟 你也不想知道喽 跟他说明天上午十点 我在警察局等他 老板娘没事也一起啊 告辞 来 表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的伤 还有你的身是 是 都是谣言 你不要去相信 我和孔雪莉见面 你也去 连海萍去不去 都去 我不想见他 怎么 你还怕他呀 不是怕 是恨 放心 过了今天我一定让孔雪莉娶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为了孔雪莉 你就什么都愿意了 你就说什么条件吧 我要你去说服他 让他做我的手下 臣服于我 可以吗 就他那个驴脾气 怎么可能听你的话呀 那你就是不想嫁给他了 哎呀 醒醒 等他成了我的男人 我一定说服他 谁呀 哥 小灵当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没做坏事 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只不过突然出现了变故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是坏人 我让人给孔雪莉传话 传到了吗 不知道啊 哥 哥 你找到嫂子了 嗯 怎么样 帮我弄在吗 快走 什么事 师哥说了 让你跟他一起去 好 我今天去见我哥了 他跟我说他没干坏事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就不是干坏事的材料 孔雪莉和袁春风才是 孔大哥也是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 你看他那贼溜溜的眼睛 他什么坏事都知道 有些可能还干过呢 幸好他是个好人 嗯 说起来 他俩还挺像的 都流过血 长得也还可以 还都那么聪明 怎么区别就那么大呢 一个干好事 一个干坏事 这谁知道呢 有些事我也解释不清楚 不过 有些人 天生就是好人 比如 孔雪莉 嗯 出来吧 你怎么想的 他不认我没关系 本来我也没经过当地的责任 但是我 必须得弄清楚 曹云 到底是不是他杀的 如果是呢 如果是 那他就诸狗不如 他是我生的 我非弄死他不可 我担心他对你先下手 你要一死 他那身世可就没人能说了 想杀死我 没那么容易 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老是跟你说吧 他能耐大着呢 动他可太能了 一个白面书生 没有多大能耐 我也是白面书生啊 你看我 你不行 你没他白 没事 总之啊 你听我的 现在警察局有内奸 我得先把内奸抓出来才行 老孙头我准备让他离开祥城 明天早上你去帮我送他 就在南门 记得给我留信号 放心头儿 没问题 外面等我 好 头儿 你找我 老孙头儿 我准备让他离开祥城 明天早上你帮我去送送 就在北门 记得给我留信号 好 没问题头儿 我这儿你放心吧 外面等我 是 头儿 老孙头儿 我准备让他离开祥城 明天早上你帮我去送送 就在东门 记得给我留信号 得里头儿 外面等我 老孙头儿我准备让他离开祥城 明天早上你帮我去送送 就在西门 记得给我留信号 好 今天袁春风过来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来者不善 千万别折了咱们祥城警察局的名头 听到没有 是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 办他 不整齐再来一遍 办他 非常好 你们怎么来了 驴子让我们也来看看 听说有大戏看哦 我怕我这个地方不够大呀 够 怎么不够 人多才热闹 驴子 你最近不是很活跃呀 你曾经的演员梦小呢 不想演戏了 确定吧 我的眼睛你不懂 大家也算是老相识了 是不是今天你师哥丢了脸 觉得难堪呀 我可根本无所谓呀 你个苦瓜脸 你才苦瓜脸 你才是苦瓜脸 你苦 你最苦 你苦 你全家都苦瓜脸 走 你知道我为什么 让你跟我一起去吗 为什么 其实你一开始来我这里 我就知道你是孔雪莉派来的卧底 我不过是将计就计 不然怎么找得到王朝云 和吕松的下落呢 你在我这里 我根本不担心你 有姚子今在 你翻不出什么大浪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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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子 不要做一个身世不明的高人 让这些徒子徒孙们笑话 是不是 放屁 所以啊 我今天特地来登门道谢的 感谢就感谢 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还带了这么多人来啊 这是要搞事情啊 老板娘果然风情万种 怪不得和孔雪莉这个小乌龟 还挺配的嘛 别的不说 你眼光还挺好的嘛 小铃铛果然冰雪聪明 怪不得方洞那么疼你 差不多得了 袁春风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们心里都清楚 要吵架就吵架 要打架就打架 别一个个都夸过来了 嘴上抹着蜜 心里却骂着街 那好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 孔局长 请吧 请 小鸡铃狗 胡汉生最后说了什么 你直说吧 你难道不想知道 你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吗 因为我英明神武 你想杀杀不掉 你觉得你比胡汉生如何 我在京城郊外偶遇胡汉生 手起刀落 胡汉生是国民政府大员 在我眼里也不过是根草剑 你觉得我要杀你 会杀不成吗 关于汉生兄的死 你敢承认就行 天下事 没有什么我不敢认的 不杀你 不杀你 一半是因为你的确有两下子 还有一半 是因为我们那个赌 未分胜负 祥城人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 你那一套行不通了 我已经赢了 你真以为他们看了我的疤痕 就科学闻命了 按胡汉生的说法就是 是 派特克你呀 真是不成熟太幼稚 你信不信我有一个小小的伎俩 就能让你这两年的功夫白费了 世界潮流瞬息万变 瞬者昌 逆者忙 人心一旦改变哪有那么容易变回去啊 好 我不跟你多废口舌 我最后问你一句 你要不要来跟我做事 咱俩联起手来 可以成就一番大事的 都是些人骗人的事与 我就不参与了 孔雪莉 别不吃抬举 张驴子 拖人下水 也算是抬举吗 自己做坏事也就罢了 还要教坏别人吗 他和孔大哥说话 关你什么事 孔雪莉是我男人 你说 关不关我事啊 孔雪莉 你应该来我们这儿 小铃铛 别说话 好了 都别吵了 孔雪莉 你以为你安排一个风洞在我身边 就能打败我了吗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 知道了也好 反正早晚都要撕破脸皮的 胡汉生的遗言是什么 你爱说就说 不说 干脆就拉倒 胡汉生说呀 告诉派特克 这辈子能和他做兄弟 值了 你也要崔子 你没奉起来 胡汉生死在你的手里 是我无能 但凡我有一口气 才我一定替他报仇 翔城最近会有大事发生 你不能在这儿待了 你现在情绪很激动 我给你找个地方平静一下 其实啊 天下何处不是归宿呢 能有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 也是不错的 你怎么弄张破话 话这么糙 胡啊 廖斩有个故事叫画壁 你知道吗 哥 什么是画壁 朱孝莲当年进京赶考 半途上进了寺庙看画 无意间进入了画中 家人四处寻找巫谷 结果却在画里 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人 就站在那个仙女旁边 弄张破话讲个故事 你就想胡啊 这就是我给你找的 修身养性的地方 你要没什么事 就请吧 去哪儿 去画里呀 胡说八道 你进画里我看看 进去吧 画里的世界 别有一番滋味 这小墙 真是懒驴上墨屎尿多 去了这么久了还不回来 你们说他们在里边不会打起来吧 不能吗 不一定要 那谁手高手低呢 赵女的 什么情况啊 刚才我师哥在里面施展莫大法力 将孔雪莉他们几人驱逐到了虚空之境 吹吧你 玩大便活人哪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啊 刚才我师哥在里面施展莫大法力 刚才我师哥在里面施展莫大法力 这些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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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没就没哪 昨天 我师哥 也就是陈锋上人 施展莫大的法力 将孔雪莉连海平等几个无知狂徒 关进了虚空世界 什么是虚空世界呢 你过来 咋不熟啊 走 去看看去 走 这不是一幅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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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就虚空了 什么意思啊 这 这是咬头 我刚才看见 有人在摇头 不信是吧 无知 这怎么信呢 是啊 愚昧 你们要知道 这世界上真有仙人的话 他就是可以呼风唤雨 可以无所不能 他就是可以点石成金 也可以把人错骨扬灰 真假的 真假的 怎么办啊 还有这事呢 那个孔雪莉 他就是因为不信神仙 而遭到了惩罚 张驴子 大白天扯犊子呢 你别得瑟了 你们老大都被灌进画里了 你这小螃蟹小虾米还在这里 跳舞扬威呢 张驴子 再说我抓你啊 来 你们要是继续相信孔雪莉的话 孔雪莉什么下场 你们就是什么下场 我们头儿到底在哪儿啊 她在画中可笑要快活了 真的假的 真的吗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你见过 自个儿来瞧瞧呗 这家伙 这要干嘛呀 是啊 瞧 瞧什么呀 能看什么呀这个 看到什么呀这个 我看看 有人给你试一试 我看了 我看了 你手里人看什么呀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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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上了 我了个七娘嘞 什么情况 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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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烂了 怎么了 什么烂了 什么呀 这怎么是烂了 怎么就烂了 这有什么烂了 这有什么烂了 这有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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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见头儿在那张画里边睡觉呢 头儿在画里边睡觉 你说头儿不在了 那他交代咱们的事情怎么办 你还真在里面啊 真是 别急啊 我给你们说啊 不管头儿在不在 咱们该做的事情 还得做 看好了没呀 快快快快 让开啊 找什么剑 真的不是傻 太神奇了 你别说话了 我怎么想的 你快点快 我看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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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醒来我就躺在他怀里 我没问你 方诺叔 空学丽 你又怎么回事啊 和你差不多 你们你们俩也 是 我是跟胡萱萱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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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几位都醒了 恭喜几位新人早安 刚刚把你们衣服洗干净 晾干了 你是谁啊 这是哪儿啊 元春风呢 什么元春风 这里是入化山庄呀 小丫头你可别糊我 我怎么会糊你呢 大家都等着你们呢 还愣着干嘛 赶快穿衣服 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 我一定要查清楚 现在怎么办啊 来 你看 你看 方诺和小铃铛的衣服是一对啊 哪儿呢 你看你看 两只凤啊 孔大哥 你身上也有一对鸳鸯啊 你身上也有一对鸳鸯啊 我哪有鸳鸯啊 孔大哥你过来 我有大事 你是不是要陷害我 我不会的啦 我不信 废什么话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你看看看看看看 这怎么会有红药水啊 是谁受伤了吗 你说怎么办吧 我就说你要陷害我吧 昨天晚上你对我可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现在可是你的人了 你随便撒点红药水 就想陷我又不易 我们无限 胡萱萱 你过来 我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以为你搞这么一出 就可以抢走孔雪丽了吗 他以前有多少个女人 我从来不问 也不想知道 多一个你 我也无所谓 这你都无所谓 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啊 你闭嘴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其实是一个纯情男子 现在怎么办吧 给个准信啊 先不要闹好不好 我们现在身处什么地方 袁春风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们都不清楚 所以先冷静一下 不要把精力耗费在这种小事上面 好不好 你要不要脸啊 你都做了那样过分的事了 你还说这是小事 我当时昏过去了 大家都在挡你们呢 我回头再给你算账 下着雨呢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你听我跟你解释 这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别生气了 好的好的 我怎么感觉我见过这个女孩子 我也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神话 香话 都是嘴里的教话 吃着瓜装什么小虾 我等场 你发便长吧 如果让你注意出兴来 одно 我们在一起做你 我爱就是你 让我回来 2018 你 Cara 先sama 做那些东西 alle 我就出 definite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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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為羅湯笑話